中华民国军方与多名迷家互动密切,前任国防部长逢室宽承诺提供军援,3月军方刚捐赠50辆减诊后的汉马车,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017年12月曾开会视察原赠多名迷家汉马车减诊情形图 图取自立法院www.ly.gov.t.w中央社记者旅新会台北一日电中华民国军方与多名迷家互动密切,前任国防部长逢室宽承诺提供军援,今年3月军方刚捐赠50辆减诊后的汉马车,4月敦目舰队访问多国,但双方七七年邦役,依旧不敌路方巨额金援 中华民国今天宣布与多名迷家终止外交关系,中华民国的邦交国目前仅十九国 吴钊谢上午九时在外交部举行国际记者会,发表相关郑重声明 彭世宽去年8月曾经访问中美洲,当时多名迷家国防部长保林诺卢本达里奥保利诺上将亲自颁赠开国元勋大十字勋章 彭世宽则回赠二等余晖勋章作为回礼 彭世宽更曾私下表示,只要他再任,多名迷家就不会断交 当时彭世宽与诺将提供多名迷家军援,返国后向总统蔡英文报告军事务资源助案 去年10月保林诺访台,双方同意这笔3500万美元的军援 国防部除了捐赠两架UHEH直升机与90辆汉马车外,还将提供100具备用发动机作为后勤备用 今年3月陆军司令王信龙低调赴多名迷家参加汉马车捐赠仪式,捐赠50辆汉马车,汉马车头还挂上中华民国跟该国的国旗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去年12月曾开会视察原赠多名迷家汉马车减整情形 民进党立委蔡世应当时表示,国军要原赠有帮多名迷家汉马车,是把将报废的车辆重新减修为九成新的 车辆,不影响国军线有战力,同时有专业技师人员一同前往多名迷家,传授多国人员基本维修技术 今年4月中旬,敦牧远航训练支队访问多名迷家,旗舰盘石舰开放参观,支队长高家 冰少江绿干部拜会多名迷家海军司令贝南中江,与多名迷家海军将领互相赠勋 不只蔡总统日内承诺提供物资,前总统马英九日内也曾经承诺提供警车和救护车 马英九在2015年九阳之旅访问多名迷家时,就承诺捐赠1000辆国产警用机车及80辆救护车 编辑,张军茂10700501延伸阅读中国挖多名迷家学者,不会有雪崩式断交延伸阅读台 弯近18年来断交13国现有19邦交国延伸阅读军汉马车给多名迷家总统,军方淘汰